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3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早晨 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材舍真你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未按订阅的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三台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就想讲讲讲澳洲 他们的红酒都好像仍然是很大事 是的,大家知道中澳关系十分紧张 澳洲媒体就不断地报 因为有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意愿 组成了对华政策跨国会议 网上发布照片 呼吁购买澳洲红酒 以减少中国政府对澳洲红酒惩罚性关税制裁的影响 他们说我们反击中国的欺凌 其实台湾也很积极的 我说一下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宣布对澳洲红酒增收最多 最多是212%的 反傾销惩罚性关税 预计对澳洲红酒业其实是巨大的打击 之前节目也有说 请大家听听 根据澳洲酒业协会的数字 2020年澳洲葡萄酒产量大概30%是消往中国市场的 为了反对他们所谓的威逼外交 星期二 包括美国和台湾 在网上说要购买澳洲红酒 声援澳洲红酒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发文表示 这个星期白宫的宣布会用澳洲红酒 其实很搞笑 什么叫做威胁外交 威胁式的外交 大佬 美国经常说制裁什么国家 制裁什么国家算不算威胁式外交 请问 这个词会是加拿大储刀用先 哦 他是说这个威胁式外交 勒索式外交是储刀用先 因为他说中国捉了 就是孟晚舟事件之后 中国捉了两个加拿大人 于是储刀在最近开始用这个词 他说我们不能屈服的 怎么怎么 说就说到很大声 现在才是被你们那边的魔祖用了 嗯 那说回 19个国家大概200多名的议员 就组成了刚才说的对话政策 跨国会议乱蒙 发起全球 购买澳洲红酒的行动 他们就说 因为中国霸凌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加团结 当然台湾 蔡英文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当然要找他臭水 哈哈哈哈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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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说 澳洲面临 极大压力的时候 台湾政府和人民都感同身受 都会支持外交政府 会评估用最适当的方法 让澳洲人民感受到来自台湾的混乱 台湾的所谓外交部 在一则推文中表示 台湾已购买自由之酒 自由之酒 是的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Australia by serving freedom wine 他拍了一张照片 上面有两支酒 一支就是 De Bortoli Family Selection Sardonnay 就是沙当尼 就是De Bortoli这间酒庄 它其实是意大利人开的 意大利瑞的澳洲人开的 那他那支 就是De Bortoli 那支Sardonnay 那支沙当尼 那支价值不非 是13元纽币的 在这里含税 就是71元港币 那他另外一支 就是Tyrone Estates的Seres 那也都是价值不非的 就是12元 就是我这里 12元纽币 就是66元港币 哇好厉害啊 台湾用了 原来用了100多元港币 来支持这个澳洲啊 厉害啊 好感动嘛 新BC 哎呀 100多元这么多啊 哎呀好厉害啊 那之后呢 澳洲 Sorry 台湾立法院 台澳联谊会号召 全台湾都买澳洲葡萄酒去声援 其实大家知道了 中澳关系年日十分紧张 还有升级的迹象 是因为中国对澳洲葡萄酒正收高关税 还有就是赵立坚先生就发了一则推文 推特之前呢 我们节目做过请大家收听吧 当然啦 推特呢 是没有 是没有 将这个帖子删除了 所以 很多澳洲人都说 我们要什么 要反推特 反啊 最好 反啊 哈哈哈 怎会 怎会差呢 讽刺一下你都不行 是有事实跟据的嘛 那幅画后面是有事实跟据的嘛 并不是摩总所说这幅画是假的嘛 但是当然啦 就是摩总他这个 做开市场推广的人 當然是很奸狗 他特地說是假的 因為他事實上不是假 他特地說是假 並不是沒有常識 他是特地的 因為他之後後續是有計劃的 這條曲街 如果你看得到就是 所以中國應該再加強那個力度 就是說這個澳洲不注重氣候變化 當氣候變化是流的 就搶佔這個道德高地打巢 趁機會打巢 摩總才行的 就不要在這件事上面糾纏 這件事上面糾纏是沒有意義的 索性就一撞到他躺下就算了 澳洲這個國家就完全不負起國際的責任 全球暖化這麼嚴重 竟然一些政策都沒有 還有人均 人均的排放 澳洲差不多是全世界最高的 如果根據我們有的數據 全澳洲 美國之後 就排在第四 好像排在美國之前 然後人均的數據就 人均是 人均排在美國之前 他只是排在那些中東國家之後 中東國家你要明白 他沒有辦法 他的碳排放一定高 比如舉個例子就是 產油國 他們產油第一 第二 就是他們連水都要過濾才可以喝的 就是化淡才可以喝的 他用得多能源是正常的 就是沒有什麼淡水資源 雖然你說他們飲油的成本是低於飲水 開玩笑的 這個也是 當然 每日郵報 每日電訊報 就是這個媒讀的一份小報 其實他頭版都是很挑釁的 就用了八九年春夏指教的事件 一張照片 坦克人 其實他就說 上面就寫著 照片是真的 說明了什麼 之後那個坦克人 根本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水 沒有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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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他是誰 知道他是誰 沒有死的 沒有事的 那個人是可以找出來的 完全沒有被人殺了 其實西方一直有個傳言 就說那個坦克人被坦克滾過了 所以死了 但是那張照片其實就沒有說明一件事 就是拿坦克那個解放軍操作員 他是避他的 如果你有看那條片就知道 是避那個坦克人的 就不是那些人說是滾死了 沒有滾死他的 那條片現在還在 是啊 現在西方就是把他截了一個定格來作故事 之後就寫了幾萬字 是啊 就說這個人已經被人載死了 其實實際上沒有的 當中國找那個人出來之後 他就說這個是假的 就是中國找不到這個人 所以你有時候和他們糾纏呢 是很辛苦的 但是都要告訴他 不是啊 那個人沒有死的 你不要亂說 就是用事實去做 說那個事實出來才行 就是當然有些人他的態度就是 哎呀 反正都是被人抹黑了 算了 我就不跟你玩 但是那個問題不是的 那個問題呢 其實實際上你要和他爭奪這個話語權 你一定要和他練 一定要和他扭下去的 就不是說隨便霸道 一聲做就行的 就是有些人說 哎呀大刀虎虎不理了 這樣其實是不行的 一定要和他鬥長命的 某程度上是這樣 不過澳洲現在有一件事很差的 就是他現在的酒莊呢 其實就已經荒不擇路了 那有一部份的酒呢 還要運到烏茲別克 蛤 是啊 但是他們好像也有酒出的 沒有記錯的話 烏茲別克少一些 通常是加魯吉亞 加魯吉亞就是 就是中亞地方 加魯吉亞那個 那個紅酒和白酒 都是水準是不差的 而且是很便宜的 就是我自己認為 就是烏茲別克那些人 可能買一兩張就收工的了 就是沒有可能 取代到中國那個量的 當然現在澳洲人還在想一件事 那要有一個新的策略了 因為三成的出口沒有了 就是基本上市場沒有了 那他就要想一下 怎樣找回那三成回來 現在其實他們的操作 某程度上就是攻擊其他 新世界地區出的酒 我們這裏的酒莊 有些已經被他攻擊了 就是今年聖誕節 不要買新西蘭酒 是出來說的 那些澳洲的酒莊 那些老闆 澳洲人應該買回澳洲酒 他為了救自己 你推這麼排外的消費建議 其實就不是很適合的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了 除了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就是這個蔡小英 還有一位 就是台灣駐羅馬教廷的大使 其實都是他出手褲爪些 是買了一箱的 他就說 看不到很小的 他就說澳洲的弟兄們 不用擔心 我們情意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團結支持澳洲 澳洲的弟兄 他住在教廷 是不是因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 所以才會住在 那要說回 摩里森 Skomo Skomo 他其實不是信天主教的 他是信五秦宗 他是信那些寧恩教派的 就是你去那個教會那裡 完全不像教會的 就好像去開那些演唱會一樣的 整個教會是黑套套的 他是去黑套套教會的 這個摩里森 就不是去那些比較光亮的教會的 而且一進去就唱了 他不是 他不信五秦宗 他去那間教會 就是摩里森 我們剛才講完 摩里森就是他去一間叫做 水平線 Horizon的教會 就在雪里 當然 其實最有趣的是 支持他那些人 有些是來自產紅酒的國家 其實是不是就是 大家只是在澳洲紅酒 自己的紅酒就不用想 那都好 就是犧牲少我完成大我 是嗎 他們那個十九國議會 就是有一部分是產紅酒 好像意大利有份 意大利就有產紅酒 法國都有產紅酒 十九國議會好像 紐西蘭有沒有參入去 有啊 總之是 其實澳洲 十九國議會澳洲在裡面 是兩黨都有的 兩個大黨都有的 西西蘭一樣 是兩個大黨都有的 所以 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看上來就 他們會得罪了 就是澳洲啊 我認為 他會得罪了全世界其他的酒莊 他這樣搞的話 就是他是利用政治來包裝自己的紅酒的業務 沒錯 酒莊業 沒錯 這麼像有些KOL的 紅色經濟圈 反華經濟圈 他就說 如果我成功了 就反華經濟圈的第一人 其實中國那個反傾銷指控 其實是可以 要看看他實際上 是不是澳洲真的傾銷紅酒去中國 某程度上是 某程度上是 因為 三八九 我剛剛才知道 原來四零七 三八九 那些賓富紅酒 在中國買得便宜過澳洲 蛤? 是啊 所以那個指控是 可以 實除的 為什麼可以買得更便宜過本地 很少有 所以中國就說他 中國就說他是什麼 其實不奇怪 好像塔斯曼尼亞龍蝦 你在塔斯曼尼亞買是比雪尼買的 是比雪尼買的 其實不奇怪 但是 也都可以 一個有傾銷的證據 因為傾銷是怎樣呢 就是說你在本地 賣得比出口貴 那就是有可能當傾銷 這個是傾銷的定義 就是你在本國賣的時候 是比出口貴 某程度上已經是傾銷 其實傾銷也很嚴重 傾銷剛剛說 星期一的時候他也說 將幾十萬上下 幾十萬上下 本來運去中國的紅酒 現在要改其他國家了 因為前景十分不明朗 自從八月份 其實傾銷的股價 都是跌了三分之一 當然他旗下的奔赴 打算拆出來獨立上市 都是不可能的 現在他就說 將奔赴酒 賣向美國 美國有出很多葡萄酒 賣去歐洲 加州有很多葡萄酒 賣去歐洲 賣去歐洲還搞笑 太貴了 奔赴他太貴了 貴的酒基本上 現在在我們這裏都找不到 我找一支三八九都有些難度 去超級市場已經沒有了 我還要去一些貴的超級市場找 在豪宅區裏面的超市我找過 我昨天去找的 看看有沒有便宜的三八九 或者便宜的四零七 沒有 接著問一下超市那個人為什麼沒有呢 他說 這兩隻已經賣得太貴了 因為已經是去到差不多一百塊 我們這裏的錢大概五百五十塊港幣 如果買到這麼貴的話 一般人消費不起 這個是在豪宅區裏面的超市的人說的 而且不會這樣消費的 其實澳洲紅酒就是全靠中國吃虎的 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都是 他這次這樣搞的話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自己玩死自己 全世界都沒有一個地方 好像中國這樣消費紅酒的 就是你覺得買一支六百多元人民幣的酒 是正常的地方 其實很少的 五、六百元人民幣的紅酒 是正常消費的地方 沒有人覺得是 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沒有人覺得這種消費是正常的 就是個奇怪的地方就是 好像澳洲的政府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你放了那些紅酒出去 就有人買的這個世界 但是其他地方都沒有人會用這樣的錢去買澳洲紅酒來喝的 是 就是你偶爾喝一兩瓶就會 但是你不會成為一種正常的消費 譬如我們這裡 有很多 我認識很多人 其實每晚都喝一支紅酒 嗯 每晚喝一支紅酒的人 他喝十二元一瓶 十三元一瓶而已 那你澳洲的酒業就不是走這條路線的 在中國 在中國走這條路線就是高端路線的 是 輕車似品 他們叫做 那 是中國才吸納到那麼多 就是 怎麼說 高端紅酒 其實 全世界都沒有地方可以吸納到那麼多 是 當然 富一的老闆都是說 富一是會 他會盡量配合中國的調查 當然 他當然不會和中國扯到行勢 我不管你 還有他就呼籲澳洲政府 展示強而有力的領導力 來尋找 為澳洲企業尋找前路 前路 我都不知道前路在哪裏 好像有這位白明漢一樣 貿易部長白明漢經常說錯話 又說 中國你再這樣做 對世界經濟恢復是毫無幫助的 老實說 其實 就算對世界經濟恢復毫無幫助 對中國有幫助就可以了 所以 現在這樣看這個領導層 給生意人看不到希望 是的 給不到希望 而且 他們那些 某程度上那些政治操作 是令現在澳洲的生意人 好像得罪了其他生意人一樣 在其他國家做酒業的人 已經說澳洲你這樣搞 其實就是搶我們的生意而已 就是你品質不夠 又政治搭夠這樣 這樣不對 已經有很多人 有些人說是 沒有程度上是道德綁架的 不過當然了 澳洲有些人都冒實的 他們就想辦法 現在說 不如將那個 市場 投向這個印度 這樣 印度有沒有這樣的消費力 有的話 他們輕不輕飲你紅酒 市場是可以 繼續做下去的 現在說就是說 印度的市場 就開始 越來越大 其實多了人喝 紅酒 還有多了人喝西式的餐酒 可以說是 但是問題就是 印度有很多州 以前都是禁酒的 曾經 禁酒的州 其實到了現在 喝酒的人都是很少的 還有 大家知道 印度人的銀子是比較難賺些的 以前我記得 我們 有一個朋友 算是國內 來一個很好的家庭 他出國很多年 他說 其實西人的品質 都不是那麼好的 他就說了 賺錢中國人 就是錢多人都傻 我們不是諷刺 只是說 疏爽 他的意思是說 中國人其實真的是疏爽 比起其他地方 尤其是 尤其是買洋貨 他出的錢 根本就是 其實我覺得 有些內地人 用的錢根本就不合理 譬如買一罐 spam的午餐肉 在內地我見過 是三十幾元人民幣一罐 如果是三十幾元 我一定不會買的 如果spam是三十幾元 如果白豬仔 是三十幾元 我都會考慮 就是長城牌白豬仔 三十幾元罐 我都會考慮的 人民幣 但是你說spam 我就絕對不會考慮 但是我是在北京的華人超市 我都看到很多人買 他說三十幾元罐很划 嚇到我 其實這一罐spam 不怕告訴大家 在澳洲 我通常是幾千買 以前在澳洲住的時候 他三元以下我就會買了 三元澳幣以下 就是十幾元而已 根本不會花這麼多錢 去買這麼無謂的東西 而且不要那麼疏爽 可以嗎 有程度上 我還有講一個秘密給大家聽 其實我每次回內地 我都會買那些什麼北京桂花塵 帶回來這裡 我就放在行李箱裡帶回來 我家裡隨手都拿到一支北京桂花塵出來 現實就是 有很多事情 國產是好的 我認為 但是 國人認為是不好的 因為北京桂花塵 在北京買多少錢一瓶呢 是十幾元人民幣的 是沒有人買的 十幾元人民幣都 那些人看到我買 覺得我傻 為什麼你買這些酒來喝的 你是不是傻的 還有我見過最誇張的是 以前我在Canberra住的時候 有人是將 獅子頭的自主品牌 TOMATO SAUCE 那個人說 你幹什麼 這些都可以是什麼 這些都可以代購 可以的 只要是澳洲生產 其實那些原材料 可能都是來自中國的 但是它說 Made in Australia 其實它就說 其實可以買高很多價錢 買幾千人民幣 我們這裡只有兩三元一支 那它說可以買到回內地 是十年前 都買到50元人民幣一支 所以 這些就是 這些東西來的 我們看就是 說一句老實話 是啊 就是國人有某些東西 其實消費模式是要改變的 而且是要認清楚那個現實是什麼 就不要被人 再這樣騙那些錢的了 就是小部分人被人騙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些 就是個個這樣吹捧就不太行 還有就是澳洲現在那個操作 我看到它其實這樣搞的話 其實很多酒廠都會 暗瓦底都會想一些方法去 做一些酒出來和澳洲的酒莊 那些味道是差不多 去打倒他們的市場 分分鐘可以 因為其實可以 其實紅酒都可以 可以混合到差不多的味道出來 尤其是 薯拉斯比較難一點 薯拉斯就只有澳洲種得比較出色 但是其他的那些 Cabernet Sauvignon那些 其實就可以 不同地區的 可以混合到差不多的味道出來 你混合到差不多 跟澳洲的口味一樣 反而澳洲這次我覺得是會得不償失 一定會有酒莊出來說 這個是澳洲風味的酒 一定有 還要特地弄一些合裝的便宜酒 來打你澳洲現在這樣搞的操作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再看一看 其實這件事是繼續發酵的 我們都會連續報道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